沿着坡道开下停车场 白色轿车似乎完全没注意到弯道 一股脑的直直向前冲 撞击前方停车阁内的隐色轿车 车身剧烈摇晃还差点翻车 他还是煞不住撞上两柱 白色轿车车头严重毁损 隐色轿车车门板金凹陷 脚踏车遭撞倒地满地杂物掉落 上个月28号凌晨4点半 新北市树林区保顺街 一处社区大楼的停车场 28岁无姓男驾驶回家时 疑似晃神 没有沿着地上划线转弯 车头一转往右前方冲 擦装邻居的车 车壳零件瞬间喷散 还波及旁边的脚踏车机车 接着自撞水泥墙 车灯瞬间破裂熄灭 情况惨不忍睹 回到现场来看 社区大楼的停车场 车道相当狭小 只能让一辆汽车通行 还是很容易擦撞墙壁 而且入口处马上就要转弯 墙上加装监视器随时注意 住户每天出入都要小心再小心 虽然该处属于私人土地 本所仍然初步制作现场堵之后 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调赔偿事宜 每天进出的停车场 一个闪神不止撞坏 邻居的车要赔偿 自己的爱车也要花大钱维修 TVBS新闻事协员蔡信瑜 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阂 订阅 suddenか